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我們的第七週 今天這個主題 跟前面我們探討過的 其實都會緩緩相扣 那不曉得各位 本週課前閱讀 看到一個英文paper 覺得很困難 有沒有讀了呢 覺得那個英文paper 那個字你還看得懂的舉手 內容會不會太深 那我問一下那個文章 他是用什麼樣的研究取向 有沒有人知道 他是用執行研究的取向 我們雖然不是上研究的課 不過也順帶 在那個文章的內容 因為有非常多的quotations 就是引用了很多有關自殺 他企圖者他們真實的生命經驗 所以我們可能今天的探討 會圍繞在一些實際的一些求助的經驗裡面 那所以我們把今天的這個課程 命名為柳暗花明又一村 什麼叫柳暗花明又一村 對於自殺的情境來講 你們覺得像不像 有一些的個案其實他們可能處在低潮很久 然後他們可能從來不知道說 醫療可以幫助他什麼 有的人甚至在尋求醫療之前 他已經有嘗試過自己變好 或者是嘗試著改善 但是都沒有效 那所以醫療其實對於某些病患來講 是非常有幫助 那我最近親身的經歷 然後我自己的朋友也 因為最近他做了子宮頸抹片 那醫生告訴他說 這個在兩年前他就有一些的小小的問題 那醫生講說因為不嚴重 所以沒有不需要進一步的檢查 可是這一次呢 他發現了有一些的病變 那醫生就告訴他說 那你這個要再開刀進一步再檢查判斷 他聽到這句話 他就覺得他一定是末期癌症 最嚴重的那一種 那這個跟我們上週講到的例子 好像有點像 都是用癌症的病患來做例子 因為我們一年有四萬個國民死於癌症 那有四千個民眾死於自殺 雖然癌症跟自殺之間好像沒什麼直接的關聯 可是其實兩者的關聯性非常強 大概癌症的死因裡面呢 自殺佔了其中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那剛剛講到就是說 我那個朋友呢被檢查之後 只聽到說他要開刀 他就已經判斷自己是最嚴重的那個癌症 所以他就情緒非常低潮焦慮 然後每天吃不下飯 沒有食慾 而且同時一早起來就覺得今天是世界末日 早上的時候就覺得心情非常的不好 那這個整體的症狀我們就覺得說 可能是應該是有所謂憂鬱症的影響 那身為專業人員的這個我呢 身為他的朋友 一聽就知道問題不太對 我趕快馬上的幫他掛號 我告訴我朋友說 你可以來看看我們醫院 有很不錯的醫師我推薦給你 那我幫你掛號 這是一般人掛不進去的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跟醫生好好聊一下你最近的狀況 那他也照做了 他因為好朋友嘛 他就來了 那後來談了之後 當然一開始 其實他早在來台大之前 他已經去過別的醫院 他是在北部某大型私人醫院 看他的這個腫瘤的問題 那他是在也有去診所 去處理他焦慮的狀況 但診所醫生開的他覺得 照他形容是藥物很重 所以他吃了他就會白天昏昏欲睡 然後因為他是某大專院校的老師 所以他也覺得說 就是很痛苦 那所以那個藥他就不太想吃 那一直在我介紹他去台大的 這位醫師的診所的門診之後呢 過了兩個禮拜他告訴我說 這個謝謝你介紹這個醫師給我 他覺得這醫師救了他的命 因為他覺得他的這種 每天早上起來這種 在專業術語上面是melancholia 就是一早起來這種憂鬱的情形 最嚴重的這種類型呢 這是一種憂鬱症的一個類型 那他也這種焦慮 這種叫做災難式的一些想法 這些其實都是跟他的疾病有關 就是所謂的焦慮症 那所以這些問題確實是在就醫之後 就緩解了 那他也稍微改變鬆動他的一些 那種固著的想法 他覺得說他的這個檢查 好像不會是所謂的這個末期的癌症 這種想法也慢慢有改變 所以大家聽起來這個例子知道說 其實在所謂求醫的過程 以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求醫其實是非常怎麼樣 方便對不對 而且是affordable 很便宜 如果照跟美國比起來 美國的急診可能住一天就要一兩萬塊 那台灣的急診去一次大概 掛號費是大概不會超過700塊 大概五六百塊掛號費 那你住一天大概也不會超過三五千 應該不會超過五千塊 確切的當然要看說你有做哪些檢查 但是費用都是相對怎麼樣 affordable 對不對 你可負擔 而且基本上可以處理很有效很快速的 就去處理你的一些狀況 那所以我想今天這個流暗花明又一村 我想就是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比較是圍繞在 處在困境的人們 不管他是有自殺的想法 或者是像我剛剛這個朋友的例子 他是有一些的可能癌症的徵兆 但是他活在焦慮跟極度的這種情緒低落之下 非常的痛苦 那我們該怎麼樣來協助這群人 我想今天就是在求助行為這個部分 有一些的討論 那各位在課前閱讀我想 了解一些所謂求助的一些定義 那概念圖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所要學習的所謂求助 它大概涵蓋就是專業跟非專業 那什麼叫做非專業呢 非專業是不專業的意思嗎 這位同學講的是就是像身邊周遭的親朋好友 確實那親朋好友可能有接受過專業訓練 可能沒有嘛 那有沒有可能親朋好友裡面有專業訓練的呢 有 但一定能夠得到幫助嗎 不見得 我們就有一個案例 他的弟弟是心理師 但心理師面對自己的姐姐 處在家暴的處境 而且這個極度的焦慮跟憂鬱的影響 然後有自殺的一再自殺的一些企圖 其實這個心理師的弟弟也無能為力 所以那個非專業其實 販子就是周遭的親朋好友 那也因為跟自殺有關的一些警訓 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之前也有曾經有上過這個 自殺的一些危險因子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警訓 那所以在求助行為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要看的就是說 在這些的所謂自殺的一個影響 自殺的風險之下 一個人他面對這種壓力 或者是這些自殺的風險 他怎麼樣能夠去尋求有效的幫助 所以我們今天求助這個部分 他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什麼 outcome 在這裡的概念上面 我們把它定義成一個 outcome 但是當然我們知道說求助的結果 才是真正的 outcome 他是有效的降低了他的風險 或是他的這個憂鬱症得到了很完善的治療 當然我們希望看的 outcome是這個 那然而當然在過程 我們希望讓大家理解就是 熟門人怎麼樣能夠扮演好 這個在求助前後的角色是重要的 好 那我想我們一開始就大家會去思考 我想讓大家思考一件事情 台灣就醫這麼方便喔 那就醫這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是怎麼樣 太理所當然 尤其我們看老人家 常常真的就是沒事 應該不會沒事往醫院跑 不過這個是有點當達 國軍一笑 然後哪一天沒有去醫院了 因為他生病在家沒辦法來醫院 這很諷刺 但是我想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就醫這件事情大概在這麼方便的前提下 對於自殺的個案來講 大家覺得有自殺風險的人 會不會很直覺的就去就醫呢 大家覺得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們再想想看 他就醫的話他會看哪一顆 因為在台灣其實分科很細 那大家覺得有自殺風險的人 他會有哪些的症狀 那他什麼樣的時間點 他會覺得說 我應該要去尋求專業的醫療 那他會怎麼掛號 這個問題我想等一下 大家還會再進入到討論 那在整個自殺的歷程裡面 我們也了解到一個個案 他很可能在譬如說國中的時期 他有過第一次因為某些家庭因素 或個人或者同儕 一些霸凌等等 這些因素第一次傷害自己 那我們知道說在不同的時間點 很可能他會有不同的一些行為的因應 那也有可能反覆自傷 在這個過程當中這個青少年 或者說從青少年他隨著時間演進 來到了職場 來到了甚至老年 他都有可能還是處在這個 所謂自殺的一個風險底下 那麼他周遭我們剛剛講到親朋好友 要怎麼樣去辨識說 這個人是需要幫忙的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說以什麼人 就各位今天所學習 你們的角色 如果是站在辨識 那你們可以從什麼樣的跡象 或者怎麼樣的方式來對待這個個案 那這個是一個重點 怎麼樣去辨識 這個我想是大家最重要想要學習的 那因為這下面這個是補充 讓大家了解到 其實自殺的歷程裡面 可能涵蓋著各種不同的行為程度 從計畫性到有行為 自我傷害跟自殺企圖都是所謂的行為 就是已經真的有做 那計畫的話是還沒做 但是有一些的規劃 那麼重複自殺是相對更嚴重的 就是他這個行為又反覆出現 那我們希望當然避免這個死亡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 他有一些的累積性的危險或保護因子在作用 這個是在我們飄飄城那一堂課所學的 那所以你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辨識這件事情 因為可能有直接的這些自殺的跡象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警訊 是我們也可以去學習辨識的 那這個死亡的意念 他是不是很容易被辨識出來 那最後這個嚴重的危機 我們當然不希望有這麼嚴重的一個危機 譬如說他這個可能是一個跳樓的企圖 當然如果真的跳了那真的是很可能致命 但是如果說他這個 這邊講的危機應該是指他要做或是已經做 像譬如說跳樓或者是像是 比較嚴重的話就像上吊這個部分 那但是我們都希望說他如果 還有挽救的機會可能危機可以畫轉機 那在這個整個過程 他其實時間可長可短 那我們的所謂人的角色相對就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強調就是說 自殺的這個多重原因大家要去了解 這個個案本身他的求助是一個歷程 那我想你們在課前的影片裡面 或者是教材裡面 你們就已經了解到說求助不是這麼容易 就是他有自殺的意念就一定會想要去求助 從各位的同儕來看 這個青少年的求助或是年輕成人的求助 事實上都是一個複雜的歷程 然後從這邊的歷程大家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環節可能都有很多的挑戰 包括從一開始很多人不覺得自己是所謂的生病 或者說我心情不好需要就醫 這個是常見的一個第一個阻礙 也就是在疾病的自我辨識這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他可能還沒有到疾病 就是這個症狀的詮釋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就是像我那個好朋友呢 他一開始他對於他那個子宮頸磨片的詮釋 他就是直接就是災難化的想法 他就覺得說那一定是最末期 我快要死了那種疾病 那這個詮釋就可能影響他後續的抉擇 那有的人詮釋可能相反的 他會覺得說我只是心情不好我沒有病啊 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好起來 類似像這樣的詮釋 那所以這個部分也會影響到他下一階段 就是求醫的意願 那有的人卡在這個意願的這一個步驟 意願這邊是指說我願不願意去就醫 那比如說精神科是不是我該就醫的科別 這些思考的歷程呢 事實上都左右者成功進入到精神科的一個結果 然後到最後呢這個障礙就是 最後的障礙因子有哪些 最後這一關 為何還是沒有去看 所以在走進去的過程 還有就是服藥的過程 你會覺得好像很難以啟齒 自己在看精神科這樣子 那如果是我們看那個一開始 就是第一次要去走進精神科 可能就像你講了會有一些的 這個污名的效應 會怕別人看到我 那或者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些比較 比較一般的障礙問題 比如說距離太遠啊 然後時間不夠啊 因為每天上課課都滿滿的 我根本沒有時間去就醫 根本沒時間去心腹中心 更何況是就醫要到外面去 很不方便啊 然後我沒有錢就醫啊等等等 對吧 那所以要去克服這些因縮想 身為一個守門人 同學們就要去思考 當你要給對方一個建議就是說 那我看你最近心情都發燒 然後陪伴你很久 可是看你好像情緒都一直還是沒有改善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一起去看醫生 那我陪著你去 那你也要去同時思考 他經濟能力可不可以負擔 然後他的其他時間夠不夠 比如說他哪一天有空膛 就是幫他稍微想一下這些 比較實際面的問題 時間金錢然後距離這些東西 好的一個障礙因子 所以我想這個告訴各位 要真正進入到精神科不容易 但是我們現在也一直在呼籲就是 怎麼樣能夠去除對於精神科的污名化 像剛才心庭助教講到的 怎麼樣能夠讓一個不要的問題 不是成為說他們覺得羞恥的事情 那不是說因為一開始 一些自己的迷思 比如說我心情不好 我要靠自己好起來 我不需要看醫生 這樣的迷思而去阻礙掉他 最後走進精神科的這個步驟 那外面的這個社會污名 個人污名這些 在每一個步驟都會影響 像特別剛才提到服藥的這個是一個例子 那還有就是說 即便是在疾病的詮釋 或者是說症狀的辨識這個部分 都充滿著很多個人的污名 或者是社會的污名 那這個我想大家可以再去反思一下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一些 克服的方式 或者是熟悟人怎麼樣 能夠有效的去引導求醫這件事 那回過頭來我們看那個paper裡面 會有講到的這些議題 就是求助包括專業跟非專業 那你們可以去廣泛的思考一下影響因子 像這一張主要就是提供大家 可以有一些討論的基礎 延伸至前一張求助的歷程 我們知道說它分階段 那它的影響因子也是零零種種 像從覺察到有求助的意願 到實際已經連結到求助了 那最終的我剛剛有講 其實那個outcome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它到底這個求醫 或是說尋求親朋好友的陪伴支持 尋求這些心理上的支持 到底有沒有用知識結果 那很遺憾的我必須告訴各位 就是這個箭頭 正向跟負向的求助經驗 可能會再回過頭來影響一個人的意願 比如說就講一下例子就是 假使今天我的朋友去到精衡科了 然後有鑑於他之前兩個禮拜前 他才去看診所 我剛剛不是有講 他有去看診所對不對 那他那個診所的經驗很不好 他當時其實本來跟我講的是說 他覺得精神科的藥沒有用 所以他一點都不想吃精神科的藥 那如果說他這個附向的求醫的經驗 他認為說我不要再看精神科了 精神科就是只有給藥啊 而且醫生還告訴我說 要去找心理諮商 問題是他不知道要去哪裡找諮商 那在一個這個是社會人士嘛 就是一個成年人 那不是在校園的情境 他該怎麼樣去找所謂的諮商 他可能也覺得很麻煩 那所以這些的東西會影響到他的求助意願 那我們知道在我們克服了污名 克服了一些資源的問題 克服了性別的差異 因為男生可能更不願意去求助於醫療 所以我們一般在醫療場域 我們看到男生幾乎就是女生的 腔筋是可能六分之一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這樣的一個比例 非常懸殊 這也代表著就是說 男性他其實不是沒有心理健康的問題 但是男性可能比較傾向於 沒有求助於醫療的一個意願 克服這些差異其實滿不容易 那最後這個主觀意識是最難克服的 因為有些個案就是可能處在他的這個 周遭的譬如說親朋的經驗 他也覺得說不太傾向於贊成他去求醫 特別是很多我們看到爸爸媽媽講說 你這個不要再吃金人科的藥了 這不要再吃 叫他不要吃之後呢 他整個症狀可能又變得更惡化 滿常有這樣的狀況 大家知道那個我最近剛好看到公視的一些節目 那在探討大家知道小燈泡的那個網信嫌犯 這位嫌犯他進到醫療 他現在其實都是在監獄裡面嘛 那因為有讓他吃藥 那有吃藥的期間呢 我們的經驗科判斷他其實是良好的 情緒穩定 而且他的這個IQ 他的認知功能其實都有增加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個 會去殺了一個小女孩的一個嫌犯 而且是非常極端殘忍的一個手段 事實上那個是疾病的影響 因為他妄想著他如果殺了這個小女孩 他可以成就他成仙成佛成皇帝這樣子 那個是叫做Illusion 就是他有一些因為不管是毒品 或者是因為他的這個 思理失調的一個症狀的影響 那但這個東西其實在治療後 他有改善了 那有改善他爸爸每次去探監 他是跟他講 你不要再吃這個藥了 只要每次他爸爸去探監 叫他不要吃藥 他就不吃藥了 但是當然在監獄裡面 因為那是一個保護性的環境嘛 所以當然不會說讓他真的不吃藥很久 他可能就是 可能是爸爸去探監監玩 然後可能那幾天他就會比較躁動不安 他就會聽他爸爸的話 不過各位可以想像 就是他爸爸這麼的堅持 而且這個堅持 據這個新聞的報導跟評論描述 他爸爸從頭到尾都不覺得他應該要接受精神科的治療 那所以你們可以去想像說 沒有接受治療的這個 這樣的思潔治療在社會上 造成的這種影響是非常大的 更可怕的是他可能關個15年出來 那緩刑或減刑之後的 對社會的影響 特別他家裡叫他不要吃藥的話 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那個都是所謂的可能主觀意識 或者是他家庭的部分 可能對他的一些影響 那這個是我想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要去思考的面向 好 好 那求助行為這邊我們講到也有一些的影響因子 我想這下面的部分呢 就是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參考 有一些的比較細的因素分析 那其中像這個因應方式 像宗教其實蠻多一開始 假只是一些的妄想或者是這種幻聽幻視 可能他們就會朝向一些宗教的方向來解釋 那樣的解釋會引導到一個人 有不一樣的一些因應方式 那所以這個覺察 然後到眼神的意願 到實際連結到醫療 事實上這個也會受到下面這些因子的影響非常巨大 你們如果讀了課前的教材 我想我這張主要 只是讓你們再有一個討論的基礎 就是大家看了這個圖呢 你們會去思考 最終可能來到精神科 也有可能去到一般general physician 就是一般的其他科的醫師 一般內外科都叫做general physician 那大概這個歷程當中有非常多不同的故事 你們可以在那篇paper的內容當中找到一些元素 那我們這邊強調就是不同的比例 非專業的好像比較多 就是七成是尋求親朋好友 那其他像在醫療的話是其次 那怎麼樣來鼓勵這些所謂的已經有行為的人 來尋求專業 這也是一個挑戰 特別是當我們看到說有一些人的污名 他是存在於跟醫療相關的 譬如說他診斷書不希望寫到他的診斷 然而當然我們知道說這個診斷 其實有些是明確的診斷 那這樣的話該怎麼因應這樣的狀況 那這些污名我想是在一定程度的社會教育下 我們大眾可以去克服的問題 特別像這個老闆有這個污名 或者是同儕或是老師有這些的污名 我想都是大家可以去重視的一個社會議題 那同時怎麼樣能夠提升 對於這群自殺風險者的一個支持 還有就是營造一個環境 就是除了去除污名之外我想 怎麼樣能夠讓那個環境 對於這些高風險者來講是友善的 譬如說同學他在看精神科的門診 那剛剛助教有提到說 他不希望讓別人知道他看的是精神科 所以他要用一些的理由去唐塞 譬如說這只是要怎麼樣找一個藉口 就是譬如說這是我去看 這個嘉義科醫師開給我的藥之類的 可能用別的科別或者是其他的問題來帶過 但是這個環境上我想應該是如果 同儕也可以了解說他有自殺的傾向 那這些藥物所謂的精神疾病的治療 是能夠在支持的環境下 讓他得到一個比較緩和的空間跟時間 那我覺得這個是降低自殺風險很重要的一個管道 降低風險性 因為那個Risk的概念 跟大家所學到Multiple Risk Factor 就是在漂泡城那個遊戲當中所談到 大概有三大面向 包括個人、社會文化以及醫療層面的這些 所謂危險跟保護作用 他其實是都需要在不同面向 我們去降低這樣的風險 所以下面三個問題讓大家可以參考 怎麼樣去克服大眾的偏見 怎麼樣鼓勵就醫 有沒有什麼樣的說帖大家可以想想看 這邊先不透露太多 因為可能等一下大家可以有些問題來做討論 那最後我們可能再做會診 那如何轉介需要幫助 特別是這個需要幫助 已經有行為的 那是特別需要我們幫助 那或者是沒有行為 但是他有極度的有明確的計畫 那也要很小心 因為八成以上的這個自殺的個案 他其實是沒有先經過醫療 他就是直接可能有一個致命的行為 那八成的個案其實他在他的行為前 他並沒有經過醫療的幫忙的 所以有很高的比例 事實上是我們需要早期去發現 那越早能夠降低他的精神疾病的影響 越早就能夠避免掉這個自殺的風險 因為精神疾病是幾乎是佔9成以上 這些自殺個案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以青少年來講 大概佔了有五成 至少有五成 我們不敢說 沒有不是更高 但至少有五成 他的憂鬱傾向是明確的 那他還會有一些的共病啊 像是焦慮啦 睡眠障礙啦 成癮的問題 不管是網路成癮 物質成癮 吸毒啦 這些毒跟酒藥飲的問題很常見 所以這些的都是我們所謂需要轉介 或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所以大概這些是我們今天的提醒 那提點的稍微多了一點 不過希望這對大家等一下的討論 比較能夠聚焦 那希望各組助教可以能夠在 等一下最後的報告呢 是可以提出一些比較明確的問題 然後不要太發散了 我們看看說大家的一個討論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彙整 比如說是針對怎麼樣去 就是我剛剛前一章這邊的幾個問題點 你們可以再聚焦在某一個部分 有一些比較 有一些成型的意見或者建議可以提出來 好 那有沒有什麼在這個階段要提出來的問題 那個就是心情溫度計的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再持續的紀錄 然後觀察 因為那個心情溫度計還蠻仰賴就是 一段時間的紀錄 然後就看自己的情緒的狀況 好謝謝一切出教導師 精簡然後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 大家的手冊裡面 因為大家如果放到後面 要記得我們其實 還仰賴大家就是 至少一週一次 至少那你可以固定最好 如果容易忘記 請APP設定一下鬧鐘 他每個禮拜都會提醒你 我們有小鬧鐘 如果說在測量上 希望助教也可以 稍微幫同學翻整 稍微看一下 好 那鼓勵大家就是可以持續填寫 我們最後在 評分的時候 我們也會看大家 正念呼吸練習的次數 跟你們的心得 我們都會挑選出 比較優良的同學 我們會做一些的獎勵 包括有這家的作業 還有呼吸放鬆練習的一個體驗 我們也會選出 至少一組會選一個 看是一個或兩個 有兩個名額這樣子 好 那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問題 我們就先到這邊 好